我们这节就邀请到了王润贤医师来跟大家视讯聊一聊喉豆 医师早安 早安 因为大家对于喉豆啊 其实理解的知识不太那么的广泛嘛 那新冠疫情毕竟已经迈入了第三年 其实现阶段大家对于喉豆是会比较忧心一点 更何况如果一旦进入到了社区化 会不会又发生另外一波的疫情呢 昨天疾管署就说了 台湾有首例的喉豆境外移入个案 但是大家不理解 所以想要来请教一下王医师 到底喉豆它的传播途径是什么 现在也有专家说 这个喉豆的皮肤 患者的皮肤 他们的病毒量会比较高的 所以这一波感觉上 患者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被感染 跟他人接触的风险 到底要怎么样来防护 这个喉豆啊 现在目前看起来的话 它是传染途径已经是有着改变 因为原先喉豆只在非洲 那个跟动物接触才会有 而且是有镊子对动物攜带才会造成的 那现在看起来这个喉豆的话 基本上已经变成人传人 所以这个就是 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 它那么重视的原因 就是这个病毒变了 变成从人传人 那人传人就走了以后 我们现在目前看起来 流行的趋势来看的话 它目前还是一个亲密接触的 一个人传人疾病 所以它防起来其实并不难 并不难 而且加上这个病 基本上来讲的话 它很轻 就是说基本上来讲 它是出现的痘没有错 这个痘以后好起来以后 应该会结疤 因为这个痘科的病毒 原则上来讲都是如此的 它是比较深层的一个水泡 所以原则上它会产生结疤 但是除了这个以外 它的症状其实并一点都不重 一点都不重 所以它通常是个自线性 14到21天自己就会解决掉 所以原则上来讲 这个老百姓其实不用担心 由于它的传播途径 基本上是以密切的接触为主 所以一般的人的话 只要不要去跟这种 有痘子的人产生这个密切接触 尤其是性行为的话 基本上就能够很容易防止 防止了这个疾病 那由于这个疾病的话 目前来讲 因为我们还不太太清楚 它的一个整个的传播的一个途径 大部分看起来是个密切接触 所以现在我们还是把它 关在格力病房里面 先这样说 这个是一个过度防疫 所造成的这个结果 所以原则上来讲 我们这样的做法其实没错 但是就是说 我们老百姓的认知里面 要认为这个疾病 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了解再跟王医师请教一下 他这个发病会不会很快呢 也就是说会不会潜伏期 他的潜伏期的时间又大概多长 他的发病 大概潜伏期大概21天相当长的 所以相当长的 所以这个期间的话 就是潜伏期代表的是 我们观察的时间要比较长一点 那因为这个病 他有个很重要的特色 就是说 牛痘疫苗是有用的 牛痘疫苗是有用的 那有用的以后 他基本上如果在你 产生的发病的时候 发病就产生了这个症状 或产生了水泡以后 你再给他这个疫苗都还有用 所以我们这个疫苗 基本上来讲的话 应该要省着点用 就是说即使上 我们看我们的疫苗量 如果疫苗量不够的话 其实基本上我们只要在 有不见豆子 或有出现发烧的人 我们才给他 才给他这个疫苗 那如果你要给他广一点也可以 千块都给 但是全民给 其实基本上都没有必要 这个都没有必要 了解 不过目前看起来 其实各国这个猴豆的分支病毒 他们有不同的 也就是致死率有1%的 但致死率我们看到最高 也有来到10% 所以医师这边怎么观察 这个其实基本上大部分 都还是比较轻的 所以不用担心 那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死亡率的话 这个豆子它不会因为在各个国家 它的死亡率就会产生不一样 原则上都是相同的 就跟各个国家的医疗水平 有关系的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及时侦测 那我们也有药物可以给他治疗 也有疫苗可以打的话 这个死亡率绝对可以降到很低的 甚至降到没有都可以 OK 了解 不过另外在巴西的卫生部 23号的时候也有证实了 有发现五宗的境内感染 猴豆的病例 这个患者都是男性 年龄大概是介于24到37岁 那他们都没有确诊国家旅游史 所以这个部分目前上 从国际的流行状况来看 猴豆的个案 能不能说不排除会再入境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是 猴豆现在大家最关心的 会不会有大规模的疫情 那它跟天花 有什么相同或相逸之处呢 这个猴豆的病毒会不会再入境 这个肯定会再入境 因为它的潜伏期太长了 21天 所以你进来的时候 可能你就没有办法在 我们的关口 做一个有效的侦测 所以这个病毒再入境 绝对没问题 绝对会有的 那由于这个病毒 它本身的传播 基本上是靠密切的接触 密切接触传播的 所以可能我们会 有真的到一小波 一小波的感染爆发 但这个感染爆发 绝对不会像新冠一样 那大爆发 那是不可能的 那这个病毒 它跟天花有什么不一样 天花主要是呼吸道传播 而且天花以前那个名字 叫做火热病 烧得非常严重 而且它会有 全身起了很多的土炮 那个泡泡的数目 会比这个猴豆要多得很多 而且它会有激发细菌性感染 那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在猴豆里面 基本上是没有的 猴豆大部分是 比较偏轻的一个疾病 它的豆子数目也不会很多 而且它会自线性的 所以它跟天花 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那它也不是经由呼吸道传播 天花是呼吸道传播 它的传播能力 几乎跟流感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它是很严重的一个疾病 但是如果在猴豆的话 因为它是接触传播 所以它的传播速度会远远的低于 我们的这个天花 所以大家其实对这个猴豆 不需要太过的紧张 OK 了解 那医师刚刚也有特别点到 其实三类人再来打猴豆疫苗就好了 只是现在我们有没有要呼吁政府的 也就是即便之后 不是全民要来施打疫苗 可是针对比方说第一线的医疗人员 还有就是相关密切接触者 我们这个疫苗是不是要提前先背 我们这个疫苗其实台湾已经有了 台湾就有在牛豆疫苗 牛豆没有在接种的时候 我们台湾就已经存了 大概有100万剂的这个疫苗 所以这个疫苗其实基本上是瘦的 现在必须要赶快给它做一些测试 看看它的效价还在不在 因为这个疫苗的保存保存了这么久 台电又一天到晚我们在停电 这个疫苗很容易坏掉 所以我们要看看这个疫苗 到底能不能用 所以原则上来讲 这个疫苗基本上台湾是有存在的 那有存在的时候 基本上打那个打的人 原则上来讲 如果你这个疫苗多的话 那我们可以所有的接触者都打 没问题了 你匡列的接触者都打 没问题 那如果你疫苗不够的话 可以只打那些 就是有症状的人 有症状出来的人在打 因为这个疫苗的一个特色 就是这样子 它在有症状的时候 都还能够有效 所以这个算是很好的 一个解决的方案 所以大家对这个牛痘 就不用害怕 像天花这么严重的病 人类都可以很有效的根绝了 我想猴痘更容易处理的 好的 所以刚刚医师有特别点到了 猴痘即便是有症状的时候 你再来施打疫苗 这是OK 这就有点像是新冠 你吃相关的一个药物治疗 可以减缓你的症状 不需要先来打疫苗 今天非常感谢王仁贤医师 谢谢 谢谢 如果您的空间比较大 可以选择这一组 是4公升的雾化器 装满之后 就可以连续来喷8个小时 如果你空间比较小一些些 您可以适合这一组 比较小的携带型的USB插头 这次可以喷2到4个小时 防疫不能等 请赶快上快点 Go